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福5日报道,在北韩宣布成功试射清淡后,川普政府再次宣称美国已准备好回应的军事选项,韩国副外长赵显今天却在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的美韩关系研讨会上表示,韩国不是懦夫,但不接受朝鲜办法发生另一场战争。 赵显说,韩国有两个不接受,一是不接受北韩为核武国家,二是不接受朝鲜办法发生另一场战争,韩国明白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谈判桌上,但大家需要避免误解和误判。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为落实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共识,美韩将针对北韩核武威胁成立延展贺阻战略与资商小组,表示美韩的外交与国防部门已发展出新的架构,近期会展开对话。 未来这个小组每年都会举行一次预备会议以利美韩,在北韩议题上有更加的协调与合作。 赵显的说法显示美韩在应对北韩核武威胁上出现落差,而且韩国的文在寅政府根本排除任何军事选项。 赵显说,韩国人不是懦弱,而是清楚记得上次韩战的后果。 韩国会做的是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与压力。此外,韩国会藉由放宽导弹弹头限制以及部署萨德飞弹防御系统,以强化对北韩的含阻。 赵显在华府的演说中指出,美国也绝对不会接受北韩成为核武国家,但作为全球强权,美国似乎心有旁骛给北韩有可乘之机。 美韩需要更长期的专注于北韩危机,协调合作出一个更细致的政策。 赵显解释文在引邀与北韩对话的理由。 他说,美国有人批评两韩对话的时机不对,但韩国由此需要。 南北韩之间针对朝鲜半道无核化的对话要看适当时机。 但是另一种针对人道与非军事区的对话不能停,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第二种对话能创造有利条件让第一种对话能顺利进行。 至于听众迟疑韩国如何能够不接受北韩成为核武国家,又要对话是否争相矛盾。 赵显说,美韩如果能密切合作找出施政地图,未能说服中国接受,或许可以有机会成功。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补大年认为,川普政府的政策是要北韩成为中国不可承受之痛, 是北韩为负债而在朝鲜半道无核化方面采取作为。 他第一次见到中国如此惧怕情势的发展,日韩的攻击能力因北韩危机而加强,美国未来还可能制裁中国国有企业。 他认为川普最终会要使中国合作。